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智能黑光灯的数据传输功能 一共是有三种数据传输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USB数据线 第二种是通过蓝牙传输 第三种是通过无线WiFi 首先是用USB数据线进行传输 打开USB接口 打开的时候请注意下方向 连接数据线 然后根据屏幕上提示确认 Yes 打开数据存储 这个时候电脑上可能会提示 需要安装驱动软件 直接取消安装或者直接关闭 打开屏幕上可移动磁盘G 这盘里面DCIM CAMERA 找到我们所拍摄的图片 第二种是无线WiFi传输 点击设置 选择WiFi 进行连接 然后选择常用的软件 打开 选择照片 发送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传送到了屏幕上 第三种是通过蓝牙进行数据传输 点击蓝牙 开启 并打开 终端设备上的蓝牙 选择相应的设备进行配对 终端设备的话 一定是需要安卓系统 苹果系统的设备 没有办法进行成功的配对 成功连接之后 打开照片 选择蓝牙传输 选择相应的设备 接收 找到蓝牙 打开 这就是我们刚接收到的图片 通过蓝牙传输